欢迎来到全新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迪丽热巴没名气是有多可怜 在电影心动的发布会上 原本透明的迪丽热巴突然当众为难 要求才艺表演 没有准备好的热棒当场猛了 马上用求助的眼光看了杨幂一眼 杨幂一点也不想帮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热棒有点慌张 推托说可以展示语言 呃 我什么才能也没有 无言以对吧 杨幂此时并没有吭声 一直是高情妇的杨幂 并没有去帮助热巴救场 而是看着热闹的附和 主持人开玩笑说 热巴会依18种语言 就是她会多国语言 用18种语言 主持人突然产生了兴趣 要求热巴用多种语言翻译 我希望大家喜欢 下部来台 无人帮助的热巴是跟着电视剧学的外语 在巧妙地解释了语法上 可能有错误之后 我偏要说韩语 啊 我好像错了 我说话很乱 谈完后 热巴很尴尬 主持人和杨幂一起唱的笑话 反正我也听不懂 我想应该是对的吧 它是对的吧 我们也不知道 主持人无视热巴的尴尬 还是不原谅 让热巴用日语和泰语再说一遍 此时 热巴巴的紧张脸色看起来有点发白 但还是要半岛 用日语说一次 主持人又让热巴说太语时 身边的李一峰看不下去了 站起来开玩笑 你这样说是否正确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动作 要一起骂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 什么 整个共见 在李一峰温暖的情场里 热巴的尴尬终于得到缓解 不禁感叹 不起火不就该当众为难吗 真的心疼得不得了 杨阳青春环游记东北农村主题路透曝光 杨阳研制 近日 杨阳参与录制的综艺青春环游记的东北农村主题路透曝光 杨阳也是完成了心爱的黑猫警长COS 东北汉征和宋小宝COS 而录制途中更是被东北大哥热情追问 杨阳吃猪蹄吗 双引号 自你是我的荣耀杨阳 再次爆火之后 关于杨阳的热搜话题 也是一度往搞笑方向见去 引得杨阳本人发微博调侃 网友也纷纷表示 勇敢杨阳 不怕困难 你的微博是我不开心的良药 现在的杨阳退去了 微微一笑时萧奈大神的青涩 如今更是把时尚气息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萧奈大神是少女的清新 那么于途就是一出场就俘获了不同年龄段的女人 网友笑称 人生就是要在不同的年龄段反复爱上杨阳 杨阳的颜值自是不用多说 作为军艺三孝草之一 从翩翩少年贾宝遇到如今的于途 杨阳的每一部聚光凭借颜值就收割了一大波粉丝 只是不知未来是否会向前两位军艺孝草诗歌沈腾和沙翼一样 逐渐腾化 毕竟当年沈腾和沙翼颜值也是令人瞩目 由于你是我的荣耀爆火 杨阳的下一部剧且是天下也是被大家期待 这一部戏是搭档了新近小花赵露丝 赵露丝最近而赵露丝近期的巨国子剑也是不出意料的哭了 但是新作搭档杨阳作为古装男神 新剧还是挺令人期待的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